她弄那天 把爱说的话好说 该体谅的不执着 如果那天我 不受情绪挑拨 你会怎么做 世界总已没有我 不管是喜欢的你的手 只要能让你不执着 除了你 你认为世界要如何 你一层渴望的梦 我想我永远不会懂我 失去地狱 依赖一切却依然如此冷静 谁要能让我惊喜 输了你 当我开始学会做蛋笔 才发现你不知早餐 哥 给我来个黑色灌饼 再等我两分钟 一首歌的时间 把食店灌整饼 凌晨三点起来和面 一路向北 走到这儿花点多一点 这个是啥呀 这个小饼肉不同的地方 蛋饼一凉 挺热吃啊 哎呦 不错啊 旁白哥报报 周杰伦复制人 麦蛋饼红到巡演北京 往搜挖牙挖 中国满地势轮 不错 而且这身高 本人还是比较高一点 啊 本人还是比较高一点 所以可以了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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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不错 不敢相信全世界最像周杰伦的存在 不是他自己的蜡像啊 完美不完美 完美 是 河北小贩绰号周炳伦 比周杰伦小三岁 因为长得像大明星 日前甚至红到巡演北京住店 这边是排队拍照的 这边排队吃些安宁 北京也暴动了 人们想和丙伦合影留念 微博小红树 举目皆是伦 和周杰伦五官 堪比复制粘贴一页暴火 稀粉三十多万 坚持摆摊 不值波不带火 周丙伦 一个和周杰伦 同脸不同命的中年大叔 从长相到神情 都像极了沧桑版周董 但平行时空的两人 却过着截然相反的生日 每天一大早 丙伦就要一路向北 去折到千里之外的花海 最后到达我的地盘 进行摆摊 再将坤蛋打在半道铁盒里 并用双结棍搅拌 顾客问丙伦 第几张饼是他的 那必是饼的第七张 抹上不能说的秘密 比风浓转弹 再来一个反方向的卷饼 切一下便是断了得闲 放入倒袋中 丙伦还会贴心地跟顾客说 趁热吃 因为烟花一朗 灌饼一凉 做一个这样伟大的灌饼 只需给他一首歌的时间 本来卖八块的灌饼 为了粉丝玩梗 毫不犹豫降低一块钱 只为爱在七元前 好烦哦 有完没完啊 还没完不查不知道 一查吓一跳 中国满地都是周杰伦啊 周秉伦只是冰山一角啊 且让我们随着AI结伦的歌声 向下挖呀挖 三立娱乐新闻 哎哟不错哦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